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扎夫姐妹社,我是糖果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漫画是《哥哥的可口之处》 讲述的是中犬弟弟隐忍多年,终于推倒天然呆哥哥 两兄弟从此过上了肉香满衣的生活的故事 樱姆东有一个天然呆哥哥,樱姆雅 雅的生活简直是无法自理,起床都得靠阿东叫醒 阿东总是毫无怨言地照顾雅的生活起居 因为他从小就仰慕哥哥 长大后这份仰慕也逐渐变质,成了他不敢吐露的爱慕 但哥哥却迟钝地要命,不知道把握距离的他 总在不经意间诱惑着阿东 今天又大大咧咧地在他面前脱衣服 阿东的鼻血都快喷出来了 面对凑近关心的雅,他只能结结巴巴地乱找借口 他实在不敢让哥哥知道自己的心意 万一哥哥讨厌自己就全都完了 阿东盯着雅穿过的衣服,决心回到好孩子的节目 来到学校,阿东一如既往的满脑子都是哥哥 和朋友去哥哥的社堂玩 他将朋友撇下去看哥哥射箭 在公道上,哥哥可谓出类拔萃 天才的技术远远优于平庸的自己 射箭时哥哥与平时散漫的样子完全不同 整个人就像会发光一样 阿东从小就特别喜欢认真射箭的哥哥 开朗帅气的阿东总会吸引更多女生来找他 木带就是其中之一 他总是主动跟阿东搭话 惹得他的爱慕者酸溜溜的讽刺阿东 说他射箭的才能从胎里就被哥哥抢走了 阿东生气的反驳他对哥哥的呼蔑 过于激动的他并没注意到哥哥正在吃醋的样子 晚上回到家 阿东正贪恋的闻着哥哥的贴身义物 这时哥哥突然闯进房间 雅没有注意到阿东的惊慌失措 他对阿东说 他的空调坏了 晚上要和阿东一起睡 阿东瞬间呆滞 一起睡 空调坏了还能休 我憋坏了怎么办 或者说 我要憋不住了怎么办 阿东终究抵挡不了跟哥哥一起睡的诱惑 和哥哥躺在了一块 阿东看着哥哥可爱的睡眼 从手到耳垂 精致的嘴唇 没有一处不再诱惑他 他克制不住自己 在轮里的边缘反复试探 一边告诉自己不可以 一边对着哥哥的身体 轻轻摸摸蹭蹭 晚上后 看着哥哥毫无防备的脸 他又很快兴奋了起来 阿东一晚都在跟自己的欲望做斗争 反倒是牙醒来和表示睡得超好 要暂时继续和阿东一起睡 本来下定决心重新做个乖孩子的阿东 此刻都惊呆了 年轻人 对自己的事要好点啊 面对睡梦中的哥哥 重度凶狂阿东 简直毫无意志力可言 第二天晚上 他也依旧没有控制住自己 第三天 第四天 中犬化身纵欲舔狗 每天的考虑的问题 从哥哥怎么了 变成了哥哥全身哪里好吃 一到晚上对哥哥这样那样的 白天在家里都满脑子邪念 就连哥哥近在眼前 他都达不起精神了 阿东事件时在踏上小气 梦到小时候 哥哥问他喜欢吃什么 他毫不犹豫的回答哥哥 要是哥哥能吃就好了 看来他的吃汗属性 从小就出见端腻了 一觉醒来 阿东发现哥哥面对面的躺在他怀里 呼吸交错之间 他再也认不住 贪心的亲吻着哥哥的身体 这时 雅居然醒了 震惊的阿东被吓到连连后退 紧张的看着几乎被扒光的哥哥 单纯的雅误以为阿东在跟他撒娇 看着哥哥娇可爱的样子 阿东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把告白的话说出口了 他刚想为自己布伦的想法道歉 雅之时凑了过来 一脸宠溺的笑着说 阿东想对他做什么 叫醒他就好了 因为他最喜欢弟弟了 弟弟做什么他都不介意哦 就这送上门还自己起锅的肥肉 不吃真的太对不起观众了 阿东的终结之心展示了邪念 他对不爱事事的哥哥又心动又无奈的说 哥哥 这种事只有情人之间可以发生 雅居握着阿东的手 满脸真知的告诉他 他希望阿东带着他谈一场认真的恋爱 阿东的理智终于飞走了 雅坦诚的说想要继续刚才的事 阿东终于亲上了心心念念的哥哥 把他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吃干抹净 终于不用偷偷摸摸的吃汗哥哥 阿东的一切行为比以往都弱麻殷勤许多 两人黏黏呼呼的 从语言到行动都致力于大奉闪攻打 同行的朋友都感叹自己像个移动背筋板 在家里阿东对哥哥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 作业洗澡饮食都安排的陀陀当当 在清日上 两人与像热恋的情侣一样 逮着机会就是亲亲 雅一次又一次的向阿东所求 阿东又惊讶又兴奋 他从未见过雅如此诱人的一面 巴布的哥哥从生活到身体都无限依赖他 想让哥哥除了他再不能想其他东西 想永远跟哥哥在一起 整个暑假 阿东都和哥哥腻在一起 现在就连开学叫醒的方式也很刺激 雅睁眼眼见到的不是弟弟 而是小弟 精力旺盛的两人永远无法满足 但今天是开学 可不能迟到了 急匆匆来到学校的阿东发现 大家都趁暑假做了有意义的事 只有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哥哥身上 中午和同学们聚餐时 一旁的木带凑近阿东 试探性的对他表白 无奈阿东依旧满脑子哥哥 朋友们看不下去了 建议阿东可以有点自己的空间 不要老围着哥哥转 才说了几句 雅刚好出现 阿东像找到主人的狗狗一样 眼神紧紧跟着哥哥 并追上了他 回到家 阿东说起和木带发生的事 看到雅为自己吃醋的样子 阿东开心得不得了 这天在餐桌上 父母提出 让阿东离雅远点 毕竟也是即将毕业的大人了 总黏着哥哥 算是怎么回事 两兄弟总得要学着分开生活 背着父母这样的教训 阿东不得不搬家 开始独居 虽然哥哥安慰说 以后也可以随时见面的 但阿东还是在哥哥离开后 感到了无比的孤独 阿东头一次意识到 或许真正无法独立的人 是他自己 独居后 阿东越发寂寞 每天都紧跟在雅左右 而这不安也反映在身体上 他对雅越来越虚索无度 结束后 阿东抱着哥哥做作业 哥哥却一反常态的拒绝麻烦他 甚至连晚饭也不留下来吃 没有安全感的狗狗心思 越来越跑偏 即将黑化出囚禁书星了 这天 阿东带着蛋糕去找哥哥 他意外发现 原来雅是能够照顾好自己的 房间也能自己收拾好 更拥有正常的交集能力 阿东难过的想 哥哥只是装出一副 需要他的样子 而他却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雅慌乱的向他解释 阿东却一时难以接受 他离开鹰木家 对他们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质疑 哥哥是真的喜欢他 还是在保护他 而产生了想禁锢哥哥念头的他 是真的爱哥哥吗 明明自己才是那个 一直被纵容被保护的人啊 二人分别了几个月 阿东独自完成了升学 毕业求职等事务 生活本该无比充实的他 却总是一脸的消沉 他无意见得知 哥哥也是一样的状态 他想去找哥哥 却又犹豫了 这时朋友开导他 没有完美的感情 有瑕疵的爱 才更加真实 阿东终于想通了 上头的狗公 马上就冲回家找哥哥了 回到家里 阿东正好看到 雅在练习公道 从拉宫到振重把心 所有的动作成绩 都完美无比 不想打扰哥哥的他 本来想偷偷溜走 却被雅突然回头叫住 雅鼓着脸发牢骚 抱怨自己因为阿东的消失 有多失忆 阿东紧张心虚的解释 他离开是以为平庸 感到自卑 是同用独立生活证明自己 雅告诉阿东 他所有的优秀成绩 都是为了弟弟而努力得到的 就连公道 也是为阿东而恋 他摆出一副 没出息的样子 不过是想独占阿东的温柔 雅诚实地告诉阿东 他在阿东离开的日子里 才明白 他是真真正正的 喜欢阿东的 兄弟俩终于解开了心结 重新吻在了一起 阿东也变回了那个 黏着哥哥的大狗狗 一如既往的 围着哥哥不停转 不同的是 他们相信 他们之间的爱 会让他们永远不再分开 这就是漫画的全部内容 小伙伴们 是不是还没看过影呢 请期待我们 下次推荐的漫画 绝对会更加精彩的 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会给我们 无限的创作动力哦 再见